调敏因新剧《和我老公结婚吧》热度持续高涨 剧中单刚反派角色的宋世云极力一更 更是因为精湛演技成为话题焦点 但其实在韩剧中也存在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反派 有的男帅女美让人狠不起来 有的被演技折服令人惊叹 今天我们也整理了八位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和《我老公结婚吧》宋世云 夫妻的世界韩韶熙眼火心机绿茶表 和《我老公结婚吧》 李更令人又爱又恨 黑暗荣耀林志妍恶女形象深知人心 而男公民更被封为国民恶人 不知道有没有你心中的男王恶人 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和《我老公结婚吧》宋世云 宋世云过去曾出演过三流人生马城的喜悦等剧集 谨记忠于凭借《请和我老公结婚吧》一炮而红 她在《请和我老公结婚吧》中 饰演了朴敏英闺蜜郑秀敏一角 表面上坎似温柔善良 实则是个伪善的绿茶表 除了平常就爱耍种种心机手段 甚至勾引了好姐妹志愿的老公 更与志愿老公一同预谋要害死志愿 而剧中演活心机绿茶角色的宋世云 也凭借精湛演技收获观众高度赞赏 更有不少人大赞 宋世云的演技真的疯狂 每次看都让我惊叹 宋世云演技好到让我起鸡皮疙瘩 演得太好 太讨厌了 宋世云真的是最棒的 多亏她让剧集更加精彩 而宋世云出道至今已于20年 过去也曾经历过很辛苦的时期 2012年时 她更曾一度考虑要退出演艺圈 幸亏她在童年决定改名后 不仅星图编得顺遂 个性也更加神稳了 过去受访时提及这段时期 她也曾分享过当时的心境 刚才时的时候演技很差 也有辛苦的时候 回想起来 20多岁的压力不是来自演戏 而是因为过于急躁 现在不会这样了 如今的她凭借助和我老公结婚吧的高人气 以及宋世云完美的角色诠释 宋世云也在出道21年后正式翻红 虽然宋世云即将奔死 但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希望漂亮姐姐今后能够越来越火 演员宋世云未来可期 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和我老公结婚吧 李宜庚 李宜庚过去凭借Go Back夫妇 加油吧 维基基等剧打开知名度 近期又凭借话题热剧和我老公结婚吧爆红 她在剧中演活了朴敏英老公朴敏换一绝 不仅为了炒股辞掉工作 将家中经济重担 犬押在老婆身上 甚至出轨嫖民多年闺蜜 在得知妻子的癌症后 还企图诈领保险金 最后更失手杀死老婆 吵杂行径让观众都看傻了眼 也让完美演绎渣男角色的嫖民幻 成为2024一大话题男星 许多观众表示李宜庚的演技是真的好 把原著角色的垃圾程度几乎100%还原 还有人预告以后只会更垃圾 而李宜庚过去在戏里戏外都扮演着搞笑担当 和我老公结婚吧也不例外 让整部剧看下去十分轻松有趣 第十集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就是江志愿嫖民 是在办公室很帅出轨的嫖民幻 李宜庚是三耳光 还从薄薄拿出红色的性感内裤 质问这是谁的 我在你车上发现的 还把内裤放在嫖民幻的头上 让办公室的同事们都非常惊讶 这段拍摄滑雪也公开 嫖民英和李宜庚还在彩排时 一旁的罗人友就笑得非常开心 拍摄把红色内裤放在嫖民幻的头上时 导演还没有喊cut所有人就已经笑出来 李宜庚不是把这个放在头上的瞬间 这里所有人都会送动肩膀 当嫖民英问那是谁的内裤时 李宜庚还说那是他的 简直就是片场开心果 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黑暗荣耀林志颜 林志颜过去以韩映人间中毒知名度大胎 后陆续残演了上流社会 吹吧 微风啊 及玫瑰公寓等多不聚集 不过却多年不孕不火 去年才凭借黑暗荣耀正式爆红 事业攀上巅峰 她在剧中精湛演艺恶女 朴贤镇 出彩演技令观众为之惊艳 不仅月升成为大事女演员 更囊括下百享艺术大赏 秦龙奖等各项大奖最佳女配角奖 演技神兽肯定 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福气的世界韩少喜 韩少喜过去曾参演过 金钱之花百日的狼君 吉尔贝斯等人气聚集 并在2020年因出演夫妻的世界中的 心机小三而爆红 剧里韩少喜饰演的吕多景 是富二代千金 生来就口寒金汤池 不安事事 少有不慎就会朝住错误的方向发展 也因此爱上了有富之夫太悟 而韩少喜在剧里虽然嚣张又可恶 演技颜值艰巨的她 却美得令人又爱又恨 甚至获得了最美小三的美名 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波尔斯金才玉 说到一战成名的韩剧反派 绝对不能不提金才玉 金才玉过去曾在波尔斯 但刚变态杀人魔 毛太久一角 虽然仅是以特别出演方式参与本剧 但强大的存在感及金战的反派演技 却让金才玉成为剧中最亮眼的角色之一 喜经程度丝毫不输主角群 还因此授封最帅反派 惊人的魅力让观众根本讨厌不起来 至今仍是令许多人难以忘怀的超迷人反派 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上流战争金素颜 金素颜早期就曾在爱上女主播中 饰演恶毒女儿许盈美 并因此较知名度大开 而2021年的上流战争 更是让金素颜声势飙涨 事业攀上新高点 凭借恶女前书真一角正式翻红 她将角色演得鲜活立体 每次出场都能展现强大气场 除了精湛演技大受好评 金素颜极具个人特色的美貌 也深受观众喜爱 而金素颜当年更凭上流战争 夺下百想艺术大赏事后宝座 真正以演反派出名 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Remember儿子的战争男公明 人称信探演员的男公明 曾创造出金歌掌金牌救援 及恋人等多部名作 而男公明早年其实是万年男儿 在福宰陈多年才凭借 看见味道的少女 杀人魔犬在西一角打开反派戏路 并在童年以Remember儿子的战争中 十恶不赦的南龟万一角正式爆红 不仅运身为韩国无限三大台男主角 更因此首逢国民恶人 反派魅力神指人心 演反派成名的韩剧演员 李泰院克拉斯安普仙 安普仙是近年新崛起的韩剧男神 出道刚好年届十年的他 过去曾出演过多部剧集 但只有太阳的后裔知名度比较高 加上安普仙大多出演剧中小配角 因此没能在观众心中留下太大印象 直到2020年的李泰院克拉斯 才真正让安普仙成名 以暴力富二代张根源一角深入人心 而安普仙近期的新作采访X行径也收获不少好评 首逝更开出6.9%不俗成绩 渴望后市持续看涨